请安 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 来到你的殿里面去敬拜赞美你 求你与我们的同在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眼 好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 并且能够实践在生活的当中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今天我要讲的 讲道经文 是和睦之道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到十一节 就是刚才读的第一段的经文 那么下周五呢 是什么日子啊 八月十五中秋节 对 是的 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对吧 今天我们也是庆祝那个日子 所以前几天呢 我就有一个朋友 他就我们很久没见面了 都有十年八年没见面了 他住在Bisbon那里 然后他就常常说你上来啊上来 我们说好啊好啊 好了差不多十年我们都没去 就是这样 所以这次呢 他就下来了 下来是因为他要飞回去四川 他的老家 他老家在那里 然后他就是在墨尔本撞机 所以呢 就留在我们家里 就住了两个晚上吧 然后就我们就欢迎他 一起聊聊天很开心 然后又去吃饭提早 过这中秋节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教会 也是提早过中秋节 从拜后呢 马上就有很多的大人小孩子的活动 在当中 比如说灯迷啊什么 现场还有为孩子们预备的 那个棉花糖爆米花是吧 还有那个冰 那个沙冰 我已经看上了 第一个我要跑去 崇拜皆是空 很有很多的活动 所以那个同工们怎么说 牧师 你今天讲到的时候 不一定要那么啰嗦 知道吗 不然我们时间不够啊 这样子 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马上进入这个正题 对吧 中秋节呢 原来是庆祝丰收的日子 对吧 后来呢 慢慢就有一种团聚的意思在当中 因为那个月亮圆嘛 团团圆圆 那个意思在当中 好像那个Fred和Ellen的女儿 那个名字就是叫团团圆圆 对吧 是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团团圆圆的意思 但是要是 要是我们跟家里的人关系不好 对吧 那样我们也不会像我朋友那样 千里要飞回去 为了与家人过这个中秋节 一起团圆 所以呢 今天的题目是和睦啊 和睦非常的重要 不单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和睦很重要 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上 和睦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没有的和睦 我们就失去了关系 不是没有关系 是本来有关系的 没有了和睦 我们就失去了关系 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每周我们星期天 在这里最少见一次 对吧 有时候有什么小组 有什么活动 我们会见两次 或者三次 要是我们不和睦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 就影响彼此之间的感情 上教会的时候 低头走 对吧 或者是这样子 就是或者是我看你不顺眼 你看我不顺眼 对吧 看着你就 就不高兴 就不想见你 对吧 要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 这个关系处得不好 很容易失去这段关系 而且对服侍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怎么去同工呢 对吧 也是很大的困难 其实 就是我们教会 就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跟普通的家庭 或者跟其他的教会也是一样 人与人之间 总会有很多摩擦 矛盾 严重的会有什么 严重的含有纷争 所以其实 问题啊 矛盾啊 纷争都是免不了的事情 对吧 哪个家庭 没有你跟家人啊 有一些别扭啊 或者是不高兴啊 或者是有时候 甚至是吵架 你们哪个家庭 没发生过这事情 就是说你大家庭 你父母 你弟兄姐妹 或者是现在你的小家庭 哪里 哪个家庭没有发生过 对啊 你看没人嘛 都发生过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事情 是很普遍的 就在今天的经文的当中 对吧 保罗刚才读的那段经文 保罗提到那个 哥林多教会 那里的弟兄姐妹 他们就有了纠纷 甚至是纠纷到哪个地步 告到法庭上 所以在经文的里面 保罗很严肃的责备了他们的行为 但是 在刚才的读经里面 对吧 他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那些弟兄姐妹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些事情严不严重啊 谁对谁错啊 有没有说 没说 都没有说 原因是保罗想要我们关注的 不是问题的本身 不是问题的本身 刚才说了我们问题有很多 不是这样就那样 所以他让我们关注的不是问题的本身 而是处理问题的方式 而是处理问题的方式 所以其实要是我们懂得怎样去处理问题 那我们就不害怕问题的出现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我们希望通过保罗 书信这一段的经文 他对哥林多弟兄姐妹的这个教导的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原则吧 能够帮助我们 应用不但应用在日常的生活的当中 更重要是弟兄姐妹之间 我们的关系的摩擦和冲突上面 那第一点 我们就是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 你是什么身份 我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认识自己的身份那么重要 因为你是什么身份 你就做什么的事情 比如学校的老师 你的身份 这就是你的身份 你要做什么 你就是要教导孩子 让他们明白书本上的知识 这就是你的职份 然后 司机 开车的 洛磊 不是 洛磊还是开那个的 还是那个 Sky 对不对 你坐公交的 你开车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就是要你的乘客 平安的 平安的 准时的 到达 目的地 这就是你的职份 所以要是你不知道自己是司机 你就可能 就不会做这些事情 你要是不知道 你忘记你自己是老师的职份 你就没有好好教导孩子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基督徒 基督徒 我们的职份是什么 就是要学习基督的样式 基督的门徒 基督是我们的师父 就是要学习基督的样式 荣耀神的名 这就是基督徒的身份 和基督徒的职份 含有基督徒的人生目标 在一到五节那里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 他们并不认识自己的身份 他们不知道 忘记了自己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就带出了 不信的人的行为 就是不信耶稣的人的行为 就说有奋争 咱们法庭见 对不对 他们忽略了自己 尊贵基督徒的身份 因为对基督徒来说 保罗说什么 这是我要 我责备你 你们是羞耻的 对吗 你们的行为 因为基督徒 基督徒常常说什么 我们要为主做见证 我们怎样怎样 我们怎样怎样 我们怎样好 要怎么委到 我们要为主做见证 但这就是失见证的事情 所以保罗在第五节那里 严厉地说 我说这话要叫你们羞耻 那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保罗不是说 这个很重要 保罗不是说 我们有问题发生了以后 有问题发生了以后 我们不去处理 我们忍着忍着不去处理 埋在桌底下 不是这样子 他是说我们要有 适当的途径去处理问题 不是说不处理 他希望弟兄姐妹的纠纷 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得到解决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牧者 同工一起介入在当中 处理双方的矛盾 而不是说让不幸的人来参与 在当中解决纠纷 所以五到六节 保罗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 教会里面都没有吗 你们竟然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而且告在不信人的面前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 接着保罗在二到三节 指责那些基督徒忽略了自己的身份 忽略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他说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是今生的事情呢 因为当耶稣再临的时候 我们会跟耶稣一起坐王讲传 这里的天使指的是堕落的天使 是那些跟从魔鬼撒旦背叛神的天使 所以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 保罗是强调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自己身份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就要与我们的身份相配 对不对 我们的身份与行为相配 认识到自己的身份 我们就不会在不幸的人面前施见证 我们也知道了见证非常重要 是吧 很多弟兄姐妹在座 可能是见到某一些基督徒 他们有他们的生命 对吗 他们的行为 于是就来到教会里面寻求神的 有这样的人 我也听过很多的你们的见证 你们的故事在当中 如何信主 但是我也听过一些不好见证的 对吧 把人敢离神 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见证非常重要 有什么的 当你不知道你自己身份是什么 你就没法有好的见证 第二 基督徒要和睦 要懂得舍己 为主舍己 第七节 保罗说你们彼此告状 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 为什么不情愿失亏呢 保罗说他们告状彼此 已经是违反了彼此相爱的原则 那人 人为什么要彼此告状呢 为什么要告到法庭 不能和解呢 对吧 很多时候 是我们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 别人的错 我们很有委屈 我们没错 我们很有委屈 我们很吃亏 我们受亏损了 所以我要争取传议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告到法庭上 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 别的 什么都不为 我就为那口气 我不顺 对吧 所以纠纷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人的情绪 变得高涨的时候 里面的怒气很难平息 大家都不想让步 都要为到自己距离力争 所以带出这样的结果 那从这段经文中 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冲突呢 保罗说 要有情愿受欺的态度 就是你要有吃亏的心态 对吧 这里不是说你吃亏 你就算了你 而是说双方 两方面都要有吃亏 愿意吃亏的心态 去处理纠纷 那样才会让步嘛 对不对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为什么要吃亏 我为什么要吃亏 明明我对的 我为什么要吃亏 凭什么 对不对 这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啊 为了教会合一的缘故 不是无缘无故 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人要是不把神放守卫 就不会看重教会的合一 而是会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关注自己的利益 关注自己的委屈 自己的委屈高于神的名 高于教会的亏损 对不对 家庭也是啊 要是你不愿意维系家庭的和睦 你把自己的委屈 上高 上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层次 那没得说 就注定这个家庭就是破灭了 在我在教会很多年的服事里面 情愿吃亏 这是我处理我自己跟弟兄姐妹 跟其他人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则 它帮助了我这么多年处理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 因为就是就算我努力服事 对不对 但是还会有人误会我 还是会有人论断我 在背后说我闲话 甚至是出卖我 或者是攻击我 是的 这些事情都是曾经发生 不是说我顺口说出来 都曾经发生嘛 所以 但是因为这个法则 所以也因为主的缘故 所以就算我知道他们这样子对我 那我很想与他们争辩 我觉得亲者自亲嘛 对不对 也因为我认识到我是基督徒 我认识到我是牧师 所以我不想因为我跟他对此争辩 损害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我也不想损害到教会的合一 甚至是让神的名 教会的名受损 所以这是我不愿意做 那你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要吃亏 对不对 不然怎么办呢 再说了 我相信神是信实 这个很重要 我相信神是信实的 我知道我所受的苦 我所受的委屈 或者是我所受的伤害 他都会知道 他也会为我征战 所以我不必为自己出头 所以保罗在 这里我没写 保罗在罗马书那里 他说听我读一下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路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这是神说的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 若饿了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们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剩 反要以善胜恶 神希望我们以善胜恶 所以我们不要 因为别人的罪 让自己也入入了犯罪的当中 是他先犯的罪 不是他先犯的罪 你就要犯罪 乃是要以善顺恶 坚持做对的事情 就算被人得罪了 我们也不要得罪神 对吧 我们也不要做一些事情 得罪神 记得呢 很久以前 有位弟兄 在背后论断我 这是真实的 对吧 我写这个时候 我也要征求他的同意 我绝对不会把 人家对我做什么 或者人家跟我说什么话 我传给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公开 所以我说的这些例子 真实发生的事件 我都是问准了那个当事人的 就是这位弟兄呢 他在背后论断我 结果他晚上呢 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我 哎呀 非常的痛苦 然后他就觉得 他自己所做的事情 很不对 醒过来之后 第一件事打电话给我 他说牧师 我昨天做了这个梦 我觉得是神在责备我 他说对不起啊 我做这些事情 我论断你 其实他论断我 我也不知道他论断我 我也不知道他论断我什么 但是他就是这样子 对吧 所以他很后悔 来跟我道歉 这就是神的工作 要是我们感到委屈 我们感到有冤情 他会知道 他会为我们做主 另外呢 情愿吃亏的法则 可以考验我们 是不是确实的知道 神是信实的 是不是确实知道 愿意相信 神的审判在当中 对吧 他是不是公义的 我们愿意这样做 证明我们是愿意相信 我们是确信神是这样子的 同时也是在考验我们 是不是愿意为主而受苦 是不是愿意为主 而放下自己的权利呢 这是一个考验 那么第三 要是基督徒能够活出 新人的样式 就是基督徒的样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成就和睦 在八到十一节那里 保罗指出 欺压人的人啊 那些人是不义的人 他们是 他们的行为是不义的 并且警告他们说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 同时也说 人可能每个人以前 信耶稣前都犯了很多的罪 对吧 但是当我们信了以后 我们就应该跟从前不再一样了 在十一节那里 他说 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尽 成圣 称义了 洗尽 成圣 称义了 原文是简单的过去诗 表示一次就完成了 当我们被基督洁净的时候 当我们被 成圣是什么意思 成圣就是神把我们从世界 分别出来成为基督徒 称义就是我们被神宣判无罪了 这是一个你相信的时候 这三个动作同一时间完成 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之前和之后的生活 是应该不一样的 是应该不一样 我们不应该再过 像那些不信的人那样的生活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是新的创造 我们是新的新造的人 既然是人是新的 我们的生活也是新的 这就意味着 我们要与罪划清界限 追求过不犯罪的生活 不再按世界的价值观来生活 那是按基督徒的价值观来生活 那就是很简单 就是遵循圣经的教导 那要是我们呢 愿意活出新人的样式 那我们自然呢 不会亏欠人 对吧 万一偶然 被真的是 被亏欠的人的时候 我们也会认罪悔改修正嘛 就像那位论动我的弟兄 对吧 当他发现的时候 他马上就纠正自己的错误 像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 我自己也犯罪啊 对吧 我也不是完美的 我也一样认罪悔改 立刻纠正 那事情就过去了 问题就过去了 对吧 今天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很多的征战啊 不但有战争 对吧 不但有很 在不同地方有战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的矛盾 有很多的冲突 所以我们人生 哎呦 太累了 我们有很多的战场 我们在工作的地方 跟同事 上师有战场 在家庭里面 跟家里人 又是一个战场 在群体 朋友当中 又是战场 然后来到教会 也不例外 累不累 但是盼望 借着今天的经文 能够给予我们一些的帮助 让弟兄姐妹之间 能够放弃 这些的战场 来是愿意遵行神的教导 彼此相爱 能够彼此成就和睦 也盼望了 因着我们的和睦 我们之间的和睦 能把我们这份祝福 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好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赐下主耶稣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新的生活 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 保守我们这个群体 远离纷争 要是我们有彼此得罪的地方 求你赦免 也让我们因为你的缘故 我们宁愿吃亏 我们宁愿放弃尊敬 我们愿意和对方和好 求圣灵在当中引领我们 让我们能和睦共处 并且能够同心和意 一起兴旺福音 建立教会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